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 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10月5日 在中国简报中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纷纷辞职并举办辞职派对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美国数百万工人辞职的大辞职趋势现在开始在中国流行 据中国数据显示 2022年1月至10月接受调查的1554名员工中 有28%辞职 年轻人一生都在学术竞争和企业晋升中度过 这种幻灭感在中国令人担忧 因为这可能会加剧该国本已充满挑战的经济形势 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之间的不匹配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因为许多员工的资历过高 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 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老年人口增加 中国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长期问题 辞职趋势可能会影响生育率 要么让年轻人有更多时间专注于人际关系和组建家庭 要么由于收入损失和情绪低落而进一步推迟这一过程 亚运会 姚明对中国队跳过媒体质疑失利表示歉意 南华早报 中国南篮在亚运会输给菲律宾后 似乎取消了赛后新闻发布会 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向记者道歉 取消比赛引发了人们的猜测 及球队对媒体对失败的愤怒反应感到不满 不过 球队随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主教练乔尔杰维奇承认了这场失利的责任 队长赵纪伟也向球迷道歉 中国南队现在将与中华台北队进行同派争夺战 由于美联储鹰派言论和利率困境 亚洲货币的看控压住坚定 路透社 由于美国利率上升和油价飙升的可能性 对大多数亚洲货币的看控压住有所增加 新加坡原空头头寸达到2022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印尼顿的空头头寸则触及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由于新政府计划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并增加借贷 人们对财政稳定性的担忧也导致泰猪的看跌压住有所增加 不过 外汇策略师仍预测未来美元将走弱 日本开始第二轮福岛废水排放 德国之声 日本已开始将受损的福岛核电站第二批经过处理的放射性废水排入海洋 首次排放于8月24日开始至9月11日结束 共排放处理水7800吨 该工厂计划在第二阶段在17天内再释放7800吨 自2011年灾难以来 该厂约1000个水箱中已储存约134万吨放射性废水 政府表示 首次释放是安全进行的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 英国广播公司 中国作家残雪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者 他出生于1953年 小时候经历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当时他的父母受到迫害 无法接受教育 残雪自学了英语 并开始广泛阅读西方文学 此后 他出版了数百本长篇小说 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其中一些被翻译成英文 残雪的作品受到西方著名作家和中国文化的影响 如果他成功的话 他将成为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 中国将空间站规模扩大一倍 推出美国宇航局领导的国际空间站的替代方案 路透社 中国计划在未来几年将其天工空间站从三个模块扩展到六个模块 天工的使用寿命将超过15年 超过了此前宣布的10年寿命 随着国际空间站寿命接近尾声 中国空间站将为其他国家的宇航员提供禁地任务的替代平台 中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成为主要的太空强国 国际空间站预计将在同一时间退役 然而 当欧洲航天局宣布没有预算或政治批准参与天工项目时 中国的太空外交愿望遭遇挫折 美国还禁止美国宇航局和天工公司之间的任何合作 进一步将中国与国际太空界隔离 中国努力摆脱熊胆养殖 日经亚洲 2022年12月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表明 熊去养胆酸一种在熊胆中发现的化合物 可以帮助预防导致COVID-19的SARS-CoV-2病毒感染人类 之后 中国对熊胆的需求激增细胞 熊胆用于传统中医已有数百年历史 并且被认为具有药用特性 需求的增加引发了人们对农场中熊的福利的担忧 这些农场从活体动物中提取胆汁 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开发熊胆的合成替代品 但进展缓慢 而且获得合成熊胆许可证的过程也变得更加复杂 使用禽胆汁作为基础 并添加熊胆汁中的煤已开发出合成替代品 然而 2020年推出的新国家药品注册制度 并未包含合成中药类别或替代品 这意味着合成熊胆产品需要经历漫长的新药注册过程 中国政府最近重申支持珍惜病危动物药物替代品的研发 并宣布将优先审评审批临床定位明确 具有重大临床价值的新药 台湾将调查帮助华为在中国建芯片工厂的供应商 日本时报 台湾政府将调查协助华为在中国大陆建设芯片工厂的台企 是否违反美国制裁 此次调查正值中美之间在技术问题上的紧张局势持续加剧之际 台湾经济部部长王美华证实 他的机构将应立法者的要求启动调查 调查将审查这些公司是否在台北批准的原始申请范围内开展业务 印度警方扩大对新闻门户网站资助的调查 路透社 印度警方正在调查一家新闻门户网站 Newsclick是否涉嫌非法外国资金 警方指控该门户网站试图制作不正确的印度地图 并破坏2019年大选 调查涉及询问与Newsclick有关的9名记者和社会活动人士 警方突击搜查了该新闻网站的办公室以及记者和作家的家 导致其创始人和一名高级行政官员被捕 Newsclick否认发布宣传内容 并声称其资金是通过适当的银行渠道获得的 警方指控Newsclick的创始人与一个组织合谋 在2019年大选期间破坏选举进程 越南为东盟出口升级指名道路 日经亚洲 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丧失全球市场份额 反映出中国根据其经济发展战略向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转变 越南是东盟成员国中的主要受益者 抢占了中国失去的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 然而越南必须增强其供应链的弹性 以防止在其生产与中国的生产整合过程中出现潜在的中断 其他东盟经济体在中国衰退的行业中获得的市场份额增幅较小 但他们应该实施支持政策来培育新产业并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从Twitter到X 马斯克的品牌重塑是一个绝妙的想法 但执行不利 南华早报 畅销书作家、连续创业者和投资者希德·莫哈塞布表示 埃隆·马斯克将Twitter转变为名为X的一切应用程序的愿景 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与互联网互动的方式 莫哈塞布表示 虽然Twitter一直在努力实现盈利 但马斯克创建一个提供独特价值的多功能平台的计划是有意义的 然而,莫哈塞补充道 马斯克需要学习如何吸引核实的受众并增强平台的技术能力 以使X取得成功 中国科学家受蠕虫启发创造低碳建筑材料 南华早报 中国研究人员受沙宝虫启发 开发出天然低碳建筑材料 这些蠕虫会分立一种粘合剂 将沙子和贝壳碎片粘合在一起 形成它们的群落 研究人员复制了这种结合机制 使用带相反电荷的生物聚合物 将不同的颗粒结合在一起 由此产生的建筑材料 在压缩下具有很高的抗破裂性 可以承受风化 并且可以防水 它们可以由各种穀物制成 包括沙漠和海沙 煤渣 砖块 矿渣和混凝土矿渣 该材料还具有独特的可回收性 和比传统混凝土更短的生产时间 债权人紧张情绪加剧 恒大危机考验北京的渔波管理能力 路透社 中国恒大集团持续的危机导致一些债权人 投资者和分析师相信 北京将进行干预以控制其影响 这家负债累累的开发商的倒闭 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因为全国有数十万套未完工的房屋 负债约为三千亿美元 尽管北京尚未直接救助 任何拖欠债务的房地产开发商 但对恒大创始人的形势调查表明 中央政府将采取控制措施 并制定新的计划来控制局势 比利时情报部门因间谍担忧 而监控阿里巴巴在欧洲的中心 FT 路透社 据报道 处于对潜在间谍活动的担忧 比利时情报部门一直在监视 阿里巴巴在欧洲的主要物流中心 据称 比利时国家安全局正在努力侦查 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实体 可能的间谍或干扰活动 VSSE对强制中国公司与中国当局和情报部门共享数据的立法表示担忧 阿里巴巴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是的 世界是多极的 外交政策 多极化这一概念表明存在许多重要的全球大国 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受到关注 一些人认为 世界正在走向多极体系 土耳其 巴西 韩国和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然而其他人则认为世界仍然有美国和中国主导 多极化的想法是一个神话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发现 虽然美国和中国仍然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 但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的实力也在积累 这些中等强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正在塑造国际环境 多极体系不需要三个同等规模的国家 而是需要大量权力集中在两个以上的国家 拜登政府的遏制中国战略 可能适合美国及其盟友控制大部分权力的两极世界 然而 在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中 这一战略可能会将美国与其所需的中等强国隔离开来 建立一个针对中国的全球集团 也可能导致基于最低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薄弱 此外 美国不再有经济实力说服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孤立中国 从长远来看 强制措施可能会削弱美国的经济实力 美国不应抵制多极化 而应利用盟友的力量 鼓励分担负担 并关注双边和小多边协议 拜登政府还应该对互惠互利的贸易协定更加开放 并在贸易中与中国展开竞争 拥抱多极化 并利用其优势 可以帮助美国提升其安全 并维持其全球角色 TikTok 关闭印度尼西亚社交媒体业务平台 外交官 TikTok宣布 将停止在印度尼西亚的在线零售业务 以遵守该国对社交媒体平台上电子商务交易的禁令 印度尼西亚政府于9月28日宣布了这项禁令 旨在保护小企业免受电子商务竞争 自2021年推出以来 TikTok Shout占据了印度尼西亚约5%的电子商务市场 该决定是 这对于正在东南亚市场大举扩张的TikTok来说 是一个重大打击 该禁令适用于所有社交媒体网络 但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是主要目标 美国预算之争 可能为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创造机会 路透社 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一项为期45天的权益之计 以并联政府关门 但这给作为美国盟友的太平洋战略导国 留下了潜在的资金短缺 密克罗尼西亚 马绍尔群岛和帕劳的资助计划 原定于9月30日更新 但权益之计并不包括批准新计划 这使得美国的盟友在经济上变得脆弱 并且可能更容易接受中国的做法 中国一直在向太平洋岛国提供经济奖励 以反对美国的计划 并与北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通过中国简报 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智囊团、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 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 易于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 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 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 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dobriff.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大家来到今天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那么今天一早 我们就注意到诺贝尔评奖委员会 正式宣布了对于文学奖项的获奖人选 那么其实在之前的几天陆续有一些媒体登出消息 说根据博彩公司的赔率计算 由于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听闻过的中国女作家 残雪女士是这一次热 获奖的热门人选 但是最后结果出来 获奖的是一位挪威的著名的作者 但是我也很诚恳的说 这一位挪威的作家所写的作品 我是一本都没有看过 但是搜一搜关于他的评价 发现不仅仅是业内评价很高 他的作品也是广为流传 被翻译成40多国的语言 挪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 它实际上有两种官方语言 有一种是更为人所接受的 大概有90%的人使用 还有另外一种 只有10%的人使用 是一种少数语言 而这一位作家有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地方 就是他实际上是以挪威的另外一种小语种 完成了他的大部分创作 有人说他是挪威的义部生 原因就是他不仅仅是写诗歌 散文小说 同时在剧作界也非常的有名 那么这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是被得知被通知 已经获奖了之后 他跟媒体的反应是他现在特别紧张 还有一点害怕 有这么一点不知所措的感觉 正好在乡下开签 对因为对于很多作家来说 实际上写作是一个非常孤独的 这么一个营生 那么除非是你的作品 是进入了畅销榜 是一个纯粹的通俗意义上的作家 平时的社交生活其实并不很多 那么生活也并不很富裕 因此我觉得有一点不知所措 惊慌失措 也体现了这个作家在得知获奖时的 自己的这种诚实的看法 那么诺贝尔奖陆续揭晓 当然接下来还有经济学奖 经济学奖今年的热门人选 有哪一些呢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不妨也猜测 看看最后是不是有观众朋友们 能够猜准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会花落谁家 再要说到这条消息 跟我们昨天为大家介绍的一个话题有关 美国参议院的两党领袖代表团 将在下周对于中国进行访问 那么当时啊 我们就为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习近平是不是会见 理论上来讲呢 见和不见都有可能 见和不见也都有先例 在昨天呢 实际上是来自彭博社的记者率先披露的消息 说引述国会参议院的一位助理的话说 现在已经从中国方面得到了确认 习近平会对这个代表团进行接见 那么我们本来啊 以为这个消息已经是确认了 彭博社的记者也是非常有信誉度的记者 彭博社媒体 那么就把这个消息发了出来 但是啊 在几十分钟之后啊 那么霍金斯这一位记者啊 非常有名的记者 马上呢 对于自己的消息进行了更正 说他把之前发的消息删除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国会的助理方面 给了他们一个新的澄清和确认 说啊 他们现在仍然是希望与习近平会面 目前还没有具体是否与习近平会面的日程 我们说啊 这个信息瞬息万变 其实啊 上一秒钟还是确认的消息 下一秒钟很有可能就被新的事实所改变了 那么我们今天呢 在这里也特别为大家澄清这个乌龙 到底习近平是不是会与国会代表团会面 目前而言还没有更多的消息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天 大家特别关注到的 还有美国的国会所出现的混乱的情况 对于关注国际时局的观众朋友们而言 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乌克兰的支援 是不是由此可能会陷入更多的不确定性 那么昨天来自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的报道也陆续指出现在乌克兰方面也十分担心 担心有美国国会内部造成的这样的一场混乱 可能会对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支持造成延缓 而不管是五角大楼还是新闻媒体的报道 还是乌克兰官方的评估都认为如果美国方面对于乌克兰停止了金钱 以及武器的援助 那么现有的援助水平可能不足以 乌克兰在战场上继续支持一到六个月 不等看到具体的不同的估计和安排 以及算法到底是几个月有一些争议 那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国会出现的议长被赶出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幕之后 共和党和民主党其实虽然已经是处在国会休会阶段 已经就一系列议题 以及下一步到底应该怎样做 开展了一系列讨论 目前我们听闻其中一个方案是 把对于乌克兰的援助与在南部边境建墙捆绑起来 那么为什么把这两项事项捆绑起来呢 言外之意就是你去保卫乌克兰的安全 是不是也要考虑美国的安全呀 通过这样的一个安全法案 边境安全法案 把保守派这一方的安全诉求和民主党这一方 保卫乌克兰的诉求结合起来 当然大家仔细一想 这样的一个绑定有一个问题 就是两个事项都是花钱的 一般而言的绑定是一个事项 这个是节约经费 另外一个事项是花钱 这样你基本上在预算开支上可以收支平衡 两个事项都要花钱 并没有解决美国政府关门的实质问题 就是联邦债务 而同时这也给拜登政府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尴尬 拜登政府负责边境管理的部长 马约卡斯移民服务部的部长 在上任的时候呢 就曾经公开立下承诺 说绝不在边境多建一寸墙 但是现在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门是正式发布了通文 显示要继续川普时代边境墙的建立 总共有20英里在德州左右 那我们知道德州的这一块河谷是现在的南部移民 入境美国非常非常密集的一个地点 而此前也有学者的数据统计 在过去几年拜登政府期间南部移民跨境的现象 实际上比之前的川普政府还要严重 那我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 美国政府现在的预算困局 到底会对乌克兰战场的形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有关于美国国会议长下一周 美国国会两党人重回华盛顿 还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数 即算是美国政府停拔 也不会是一个对美国来讲 是个根本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美国每一年其实都是利益这个预算了 大家做出一些政治的交易 这个政治的交易有的是要反映民意的意见 有的是要反映利益集团的需求 有的是要跟别人进行某一种政治的交换 所以美国就是这样的经济交易所 是在华尔街 政治交易所在华盛顿 美国的好处是大的框架没有被毁灭 所以大家对美国的政治的这种 从新闻的角度来讲是大吃一惊 但是从老百姓生活来讲 好像大家都无所谓 因为知道会解决 大家只是最终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妥协而已 其实对这个两个绑定的事情我都不乐观 美国的这个国家因为呢 它的行政的效率 它的利益的集团 它的整个的国民的这样一个体制 劳工的权益等等 它已经不足以完成一个在第30届国家都是清那种完成的事情 它反而是完成不了 完成不了 因为你看看它劳工的这种权益的要求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汽车工人 就是还没有接触对吧 那个新的主席上来 我就今天看了标题说就是把富人给毁掉 怎么可能呢对吧 另外就是美国的这个一个医疗提供公司 有多少员工啊 他们有七万多员工又开始办公了 才杀家庭啊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呀 就说它已经缺乏这种基金能力 缺乏这种行政能力 如果你交个温州的装修队啊 可能很快就给你建起来了 可能只要经费的十分之一 但是在美国 预算一千万 最后面再要加几个年就可以 那么其实乌克兰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 乌克兰实际上已经类似于一个战争的陷阱 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泽伦斯基总统的一句话 我其实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那句话从标题来讲是非常正确的 希望乌克兰这场战争成为欧洲和世界和平的 最后一场战争 从此以后就和平了 问题是战争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得了吗 根本是不可能的 泽伦斯基从一开始 就掉入了这个陷阱 战争之前呢就掉了这个陷阱 我认为是很难爬出来 对战争的前景没有希望 是经费短缺和未来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 如果战争有希望 可以把俄罗斯迅速的赶走 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来帮助 但是不仅是在美国 我在加拿大昨天我看到的 这个政治的表现很多加拿大的老百姓都跟国会写信 跟政客写信 我们不能再给钱了 为什么要给钱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在欧洲就也是一样的普遍 我认为政客是反应民意 他们迎合民意是他们必要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乌克兰的战争的悲惧的收场 几乎已经很难逆转 好谢谢和平先生 在华尔街六度这个栏目中啊 我们不仅仅要谈眼下的新闻 有的时候也要说一说历史 在昨天美国历史的一批文件又再次解密了 那么我是没有去读这一些解密文件 但是我们这个朋友中有很多是研究历史的专家 比如这个唐志学教授 也是第一时间在这上面发布了消息 那么他特别关注到的是苏联历史相关的一批文件 当然了唐志学教授研究历史 对这一些文件的了解比我们要多得多 像我就主要关注到了其中的一个细节 在30年前的时候啊 当时啊这个这个叶利钦啊做了一件事情让整个全世界侧幕啊 就是下令军队炮轰攻击俄罗斯议会 因为当时啊 他是他是这个议会是对于他进行了弹劾 就是10月4号 对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天啊 那么随后呢他是对于啊议会呢 我们现在历史学家评叫非法解散议会啊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幕 哎 结果呢 这个这样的一次事件结束了之后 在历史学家看来实际上对于整个这个俄罗斯苏联的政局的影响是对于苏联俄罗斯极端的向个人集权转向的一个标志 但是在最新解密的一批历史文件中却曝光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时任美国的总统克林顿 实际上呢是向叶利钦打了电话对于他表示支持 这个消息啊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理解啊 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哎 美国那不管是这个乌克兰还是啊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的限制对于中国一些做法的批评似乎体现了很多价值观上的啊这样的一个特征啊 有人说啊说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呀之所以造成了很多的麻烦就是希望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以自己的形象来被塑造啊 我们认为民主自由是荣耀是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的尊严 就希望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但是这样的一个最新解密的历史文件却似乎向我们表达了事实的另外的更复杂的一面 有的时候啊一个国家在出现极权和转向的时候美国呢不在国际社会上谴责反而可能会提供更多的支持 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先为大家分享 而说到历史今天在稍后的思想先驱暴动我们还会详细为大家介绍啊 当然了我们这里先为大家提前通报一下 就是哈佛大学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以及政治学者叫做约瑟夫奈先生啊 那么他呢是最新在这个报业新迪迦集团的评论版面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的题目啊也非常的具有刺激性叫什么呢 叫中美并非非有一战指向的是他哈佛大学的另外一位啊 同僚同事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爱里森教授 那我们知道休息底德陷阱这个词就出自爱里森教授的著作 讲的就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和一个守城的大国之间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矛盾 从而走向战争 那么当时呢他举的例子是雅典以及斯巴达 但是啊约瑟夫奈教授在文章中就提出了一个观点 有的时候啊不要滥用历史的类比 中美之间可能并非非有一战 中美关系到底会怎样走呢 今天在思想前期报中我们再为大家介绍约瑟夫 不是今天思想前期报下个星期三吧 下个星期的思想前期 但是我们今天会提前进行一些准备啊 因为下个星期你去不是又要去参加随时讨论会 哎对那这也就提前跟观众朋友说一下 下周一到周三呢 那我会去芝加哥大学参与一个有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论坛 那么其中呢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布斯商学院 然后包括这个马可波罗研究中心的几位专家 也会与我共同参与 还有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深学者 谢常泰教授也会呢同场与我一起讨论 那么当然了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 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从组委会把相关的资料取得 争取呢也在我们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智库栏目中 与大家分享其他的几位对于中国经济非常有研究的学者 现在对于中国经济情势的观察 更多有关于中国经济的消息 在中国简报中我们为大家分享了 今天还有另外一条消息也非常有趣啊 比利时的情报部门啊 对于阿里在比利时的仓库部门正在进行调研 认为可能是间谍基地啊 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们请观众中的情报专家来评一听 不过说到中国科技企业啊 现在阿里还不是大家最关注的对象 除了华为之外啊 中国电车行业的崛起 也是让很多科技界的专家是特别的挠头 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崛起